那是对孩子行 不是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搬出去住呢 这么大冲突 我也很想搬出去 关键是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它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一天晚上就是唱歌 唱歌 唱歌 它就是整天把唱歌当成一种职业来做 像它这种林立 你觉得这是很妥当的吗 我不是觉得这妥当 你们也有孩子了 老人那么老了 那应该自己独立生活 我们搬出去租房子也没有收入 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 现在就是靠我以前 还有点积蓄 你也五十岁的人了是吧 是 我是爱唱歌 我觉得唱歌也能成为职业 但是呢 他不理解 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 你也有老朋友 孩子 你得养家吧 是 因为正规的工作呢 你也没有了 他都已经是很难了 我没有了 他就不会找他 你也没了 你给他 他就不吵闭他 intervie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听见她母亲和她的一个朋友 在视频电话 电话里就跟那个朋友诉苦 说我们是来啃老的 我们是来霸占她的房子的 她说的有错吗 因为在结婚的时候 我就告诉她 不想有孩子 那么她那样回答了我 现在又这样跟朋友说 所以让我很无语 所以您心里还不平衡 是吧 是 那您跟她母亲发生过正面冲突吗 有过 为什么呢 那天呢当时因为 我和她带着孩子出去 然后回来有一些晚了 晚了以后呢 这个孩子就有一些阴阴压压的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和她抓紧时间的 把孩子就洗了 即将要洗好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孩子呢 可能是因为太困了 哭闹个不停 结果她母亲就从她房间里出来了 说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就要帮忙 因为这个时候呢 孩子已经洗好了 我就说妈 不用您再费心了 这个时候她就不高兴了 不要我搞事吗 好我不管你们了 然后呢就跑到我爱人跟前 挑拨我们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爱人冲了进来 拽门摔凳子的 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根本就不是这样了 主持人啊 那天她就对我妈冷明明地说 我不要你帮忙 我就质问她 我说你怎么能 对我妈这么说话呢 她说 为什么要让你妈帮忙啊 现在告诉你 我实在没有办法 跟你妈生活下去了 我给你两条路走 要不然我每个月 给你一千块钱 算是我给孩子来分钱 以后我再也不来 看你和孩子了 要不然你就跟着我走 从此我再也不会 带见你母亲 你自己选吧 我当时就实在没办法 我就灌碗了 还把我家门锁都摔坏掉了 后来她回她父母亲了 我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在家哭嘛 然后后来我也 为了孩子怎么办呢 我就没有办法 在我妈这边 然后也做我妈的饲养工作 后来我也 第二天 我当时也给她母亲 打了电话 我就把事情也说了一下 然后过了两天 我也给她打电话 然后我又主动到她家去 让她妈帮我去园场 后来我又去请她回来了 现在两个人见面 就跟见仇人一样 太不理她 太不理她 不说你们就搬出来吗 我现在搬出来 现在没有周末 想搬走是吧 说说下一步的规划吧 人到弯腰处 必须要弯腰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考虑到 我们的这个情况 也考虑到她母亲的 现实情况 因为毕竟那个岁数了 她呢又独生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暂时呢 就还住在这个家里 行吧 说白了 现在你们的生活来源 就是她老母亲的钱 加上她以前工作的钱 是这意思吧 您就吃这俩女人呗 有时候也挣点 够您吃嘛 就是苦一点 真是 您现在是不是还 痴迷于这个唱歌 是 咱找点踏踏实实的事 给孩子挣点奶粉钱行吗 我说了吗 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地 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这稍微呢 肯定要一个小过程 如果选择唱歌和孩子来说 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 都重要 你去选一个吧 目前来说呢 一边是我的演唱事业 一边呢 是我的孩子 不是 咱 咱得生活吧 您都五十一岁了呀 大哥 我的妈呀 你离开她 你跟你妈带那娃行吗 就是你跟你妈带娃 那就少一个人的开销嘛 我没别的意思 至少你妈也不生气 对不对 少一气她的 再加上她再给你们 一个月一千块钱奶粉钱 这不 这不 至少生活稍微好一点吧 为什么不这么考虑呢 我是考虑到宝宝曾教 就缺少父爱了 我想跟她一个完整的家 我的天哪 一个五十一岁的人 都到现在为止 孩子在那嗷嗷待哺 她不去挣钱 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一个月拿两千块钱的退休金 养活着她儿子和媳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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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梦想啊